八代、九代社團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車種呢 是CIVIC的九代 這台安裝的版本算是客人有稍微指定定做 因為一般來說呢 KT的避震器的顏色是低分泥染 那車主的話選擇它比較低調一點 所以請我們特別烤成黑色的試樣 那這台的版本算是測試的版本 也就是說要舒適 然後兼顧到一點操控 因為車主本來其實已經有改裝了避震器 那它想要的感覺呢 就是要舒適也要兼備 然後操控的話也要兼備 哈囉 葉大俠早安 八代、九代的話如果要試乘呢 我們很歡迎到桃園找葉大俠 因為這一台的話八代九代在桃園還有北區的話 車友真的很謝謝大家那麼的捧場 還要試乘的話都很歡迎 而且它那邊可以先 那今天的這台車呢 車高的設定有要稍微低一點點 前面的話大概維持一指半 後面的話大概是一指幅左右 那前面的話 KT的話一樣 這台車我們有常常開直播 所以如果有看過我們直播的車友呢 就大概了解到我們的用料真的都很不錯 像前面電器的上座 我們所選用的這個上座的軸層呢 是日本KOYO的軸層 那KT的不論道路板、競技板或者任何的版本呢 阻尼都是可以調整的 九代也很方便 這裡有一個維修室蓋 把這裡稍微打開之後呢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像這樣就變硬 逆時針呢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很方便 然後在前面懸吊的部分的話 九代的話它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 因為車主本來已經有改裝了其他品牌的避震器 所以正常來說呢 我們的離載串的固定位是跟原廠一樣 所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但是本來車友是有改裝了其他品牌的 所以離載串的話是改了短板的 所以我們把它的離載串呢 再改回來原廠一樣的長度 它原廠的離載串呢 九代其實的角度呢是不太一樣的 左邊跟右邊呢是有分別的 那改了可調式的之後呢 它的長度呢 我們維持大概在中心點到中心點 是原廠是數據是325mm 那我們調整到相對一樣的位置 譬如說這裡的油管架的部分 還有ABS感應線的部分 這個都是仿照原廠的位置 不用再做束線袋 這台我們真的賣的數量很多了 那也有好多的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如果車友想要看的是 語言上做的版本 或者是競技的設定的話 在Youtube裡面打上KT Racing 然後空擺Civic9代 就有很多的影片可以當參考 車高調整的部分的話 是從腳管統身可調的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把這個環狀的齒輪狀托盤呢 懸鬆之後 腳管往上縮短的話 它的長度變短 車高就變低了 那今天的車高前面大概一十半左右 所以這裡的幅度的話 換句話說呢 也可以降低大概到輪胎上遠到葉子板 是切一切的幅度 那裡面的主尼油 KT一樣是選用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主尼油 並不是受選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那車主的話其實基礎改裝也都有升級完畢 譬如說前面的夾大碟 來電片還有鋁圈 還有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都已經升級完成了 那今天只有做避電器的開換 它本來車有所改裝的避電器呢 是 這個也是應該是一般道路版本 今天的話做一個開換 後面的話 我們KT的配置的話 這一台比較不一樣 這一台的話呢 它的後面的 這個主尼筒生呢 我們做家出了 做M50的版本 這個是特製的版本 然後後面的彈簧其實沒有配的很重 是配一般道路版的彈簧 這個是6公斤的彈簧 那下方的 就沿用原來的橡皮 上橡皮的話 我們需要把原廠的把它拆掉 那我們有附一個薄薄的橡皮墊來防止異音 所以這個後面的彈簧呢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6公斤 那車友的車高 後面要降的蠻低的齁 所以後面的話 車主原來也已經有改裝的仰角調整器 所以可以調整後面的Cambo 就不用擔心會吃太的問題 那在KT的防塵套部分的話 這裡是做一個全造式的防塵套 我們在直播影片中分享的 它是後面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那這樣的懸吊系統呢 最主要的還是要再跟車友分享一次 它的後彈簧在安裝的時候呢 絕對呢不要預壓縮過多 一旦它的彈簧壓縮過多 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遇到坑洞的時候會有 捅身拉扯的口口的異音 然後捅身的壽命呢 也會因為這樣而縮短 所以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全調結構系統 最主要的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不要把捅身縮得太短 捅身一旦縮得太短 它的彈簧就會預載過多 那到底這個彈簧它需要預載多少 剛剛好碰到齁 它的大概碰個3到5mini 不是公分齁 是3到5mini 一點點剛剛好摸到 你看像下方這裡呢 其實鏡頭拉近的話 還可以看到它是只有碰到一點點而已 不會預壓縮過多 因為預壓縮過多 就成如剛剛所說的 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很多問題 還有8代的車友 還有很多會選擇升級的呢 就是後面的防心感 因為後面的防心感的話 它的原廠的 是還蠻細的 所以後面的話 如果覺得改了避震器之後還不夠的話呢 就可以考慮升級 防心感 原廠的防心感 8代跟9代其實都還蠻細的 它車友也有改了 後面的排氣管 9代 它的後面阻尼調整呢 其實也還蠻方便的啦 從後面的行李箱裡面的飾板呢 把它掀開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避震器的上部 從這個地方 一樣 調整方法跟前面一樣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調整的技巧就是 左邊跟右邊呢 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 可以不用對稱 沒有關係 車主本來的輪胎的規格 是215457 輪胎的話是PS4 如果胎壓正常 大概32到34左右呢 我們一開始的建議的阻尼段數的話 大概是落在15到18段左右 有這個區段的話 阻尼其實都還蠻好做的 這是後面的雙處排氣管 而且有大包 所以整體車高 把它稍微降低之後的氣勢就會 還蠻好看的 9代還有8代的車友 如果有需要試乘呢 或者是對產品有任何的問題 不用客氣 可以到我們KT的粉絲團詢問 這個李軒也放射狀的 它的視覺放大效果也很棒 PS4算是很均衡的一條胎 乾地啦 濕地噪音 耐抹吸素都還蠻不錯 它本來有一個塑膠 那個防水蓋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再幫車主把它放上去 因為8代跟9代 它的上座呢 就在前檔的下方 所以這裡的話呢 會常常會 如果車友是車子放室外的話 這裡就會比較會有容易生鏽的狀況 那基本的保養呢 就是如果有洗車之後呢 會建議在這個地方 噴塗一點黃油 讓它走程的壽命呢 能夠延長一些 車主也還很細心 它還有多做了一個防水蓋 這個防水蓋呢 其實也可以稍微基本造出一下 它軸心上部的軸扇 前面的話還有裝的前下板 OK以上是今天9代 安裝KT避震器的影片分享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到我們KT的粉絲團裡面詢問 謝謝大家 拜拜